买家开箱开了个寂寞 箱子打开原本里面应该是要有三罐沐浴乳 现在却是空空如也 询问卖家更是一头雾水 卖家透过虾皮电脑店寄货 货品却不以而非 发生货品短缺的卖家还不止一整 另一位卖家原箱寄出的商品被拆封 但买家打开后傻眼 不止少了四罐饮品里面 还多了四卷垃圾袋和棉花棒 更夸张的是还有卖家货品不带短少 连寄出去的箱子都被换了 从卖家跟买家分别的录影 可以看到卖家出货录影 外箱是印有螺蛳粉三个大字 但民众收到货变成空白 而且无字样的箱子 而且里面东西还有少 我的货终于到了 不过开箱前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手机录影 不过现在开箱后可能东西有少 所以卖家在出货全程都要录影自保 寄送的过程之中 如果说货运业者物流业者 真的把东西弄坏了 那寄件的人还是有一个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这个请求权必须在一年之内行使 卖家出货接二连赞出包 对此虾皮回应 包裹外包装如果在运送过程当中出现污损 将会视情况进行重新包装 过程中如果造成商品遗失 虾皮购物经相关资料确认后 会向卖家赔偿商品损失 三立新闻领域运区 他会从不得